长着刘牙 面向凶狠 其实很胆小 交易双方资助必较 都因物以稀为贵 合作生财 有难大家扛 服务到位 牵手闯市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富经 陕西城宝基市的凤县地处秦岭腹地 全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 那里不仅仅风景好 气候宜人 而且事宜养殖一种神奇的动物 这种动物身体散发着一种奇香 这个奇香来自于哪 来自于它身体里的一种分泌物 而这种分泌物据说一年平均产20克左右 就为了这一年20克左右的产品 当地有农户在家里 只要是养上这么几头 一年就能够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您问了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咱们现在一块去奉献看看 陕西城宝基市奉献 植被茂盛 山林密布 宛如世外桃源 此时大山深处的国安四村 一个农户家里 正在这里进行一场特别的交易 不巧的是 卖主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到场 只好请邻居帮忙做主代卖 他则以视频的形式与收购方商定价格 我就今天就拿走了 就跟你确认好这个价钱我就带走 行 你就称吧 好 他们要交易的就是小瓶里的这些黑棕色的东西 他们看起来像红糖 可别小看 价格都要以客为单位计算的 你们收多少钱 我们收的是370块钱 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价格呢 因为这个价钱 我们判断的 它只有一瓶是那种黄色 应该就是最好的 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 含水量稍微大了一点 370元一克 是双方达成的最终成交价格 因为价格不便宜 从瓶子装到袋子里 要格外小心 反复刮了又刮 一点都不能落下 这么三小袋 一共就卖出了29000元 我这是3万 我取个10帮 经过打听 当地的一些农户 靠出售这种东西 一年的收入就更多了 一年存收入能多少钱来 大概就是40多万 存收入40多万 对 那收入不错呀 全年的收入也就100多万 也就100多万 这些按客出售价格昂贵的东西 是一种产自动物身上的东西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家家安装电子监控 上面布设有大网 门是紧锁的 足见农户们对他们的看管有多小心 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 外人如果想进去看一眼都不容易 我就为母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不能进 我都不敢不敢 我也不敢 他在常在 一斤就完蛋了 在这个地方说话都不能大声 要弄不好的话 手心下 都要受损失手吧 即使农户自己进去 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等会你们见了你们都知道了 来带你看看我们的宝贝 他们每个住这单间 五六头还有个大院子 这就是林社 别看他们长着长长的獠牙 看似凶狠 其实生性胆小 遇到生人就会吓得上窜下跳 只要有一个支点 他们就能跳起 高度能达到两米以上 他刚刚是下尿了吗 不是 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就是应激反应 当看着生人的时候 他一方面会应激 第二方面 他会标记他的领地用尿液 就相当于领地意识 他不是说他下尿了 然后再有一顿尿石 他应激反应 因为他这个东西生性胆小 见到人以后才会有应激 前面见到的那种黑棕色的东西 就出自他们的身上 奉献如今养殖这种动物 达三万五千多头 国家对林社养殖有严格的规定 养殖户必须办理养殖许可证 所以这里的每一头林社 都已被登记备案 他们的耳标就是他们的身份证 林社养殖的技术难度较高 不多的数量决定了 他们的价格居高不下 他们之所以贵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能产出射箱 射箱在中药里具有活血通筋 消肿止痛的功效 取箱要专挑公社 公社腹部下方有个箱囊 射箱就出自这里 一头公社 一年平均可以产二十克左右射箱 所以就显得格外珍贵 但取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少需要三个人合作才能完成 取箱的时候要缓慢轻柔 力度不能太大 取出来的射箱品质等级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 一克能卖三百到六百元 射箱取出后要迅速冷冻保存 射箱价格高 挥发一点重量就会减轻 公社应产社箱而珍贵 而母社却比公社还要值钱 因为成年的母社 平均每年都能产一至两头林社 这一头母社的价值 在七万到八万之间 它今年给我们带了两个小党 加上我们的小党的效益 就超过十万 刚出生的幼社很娇弱 都得像宝贝一样照看 记者采访的时候 一头出生不久的幼社 跑出了纸箱 这可把大家给急坏了 直到把幼社安全抓回箱子里 主人这才安心 奉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兴起林社养殖 繁育量少 养殖门槛高 一直是林社养殖数量 不能快速增加的原因 过去很多农户只在家 简单养上两只 很少有人敢大规模养殖 然而近几年 随着市场需求 以及繁育技术的提高 林社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王涛华是奉献前几年 回乡养殖林社的年轻人 他善于跟林社大交道 这是我们最乖的 也是不怕人的一个 您瞧 这是他家与人最亲近的一头林社了 王涛华养殖林社 至今已七年 时间并不长 但如今已经是奉献的养殖大户 家有林社三百多头 从2017年开始 在外做销售的王涛华 从父亲手中 接过一个小型林社养殖厂 因为我们这个林社就是这个产业 就是朝阳产业 包括它的用途 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必不可缺的一个原材料 王涛华了解到 涉献在市场上销路稳定 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于是他决定在父亲养殖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 但王涛华接手一段时间后 发现父亲养的林社瘦弱 毛色也不好 这样的情况 说明林社体质不好 好的体质 可以让林社少生病 多产香 可如何才能提高体质呢 这就是林社吃的下期的草料 就是桑叶 构叶 鱼树 苦丹姆 三角蜂 这些叶子都有 它吃 对 就是全的混的叶子 很杂 它是个杂实性草食动物 以前 王涛华的父亲 主要上山采摘桑叶 鱼树叶等常见树叶 来喂养林社 但王涛华尝试 加入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来喂养 还给他们调配了一份独家菜谱 这是我们自己的配方 里面有玉米粉 黄豆粉 还有就是腐皮 还有中药 针对我们自己这个厂里 独余的配方 这怎么一个比例呢 不到成年舍的话就是 它一般情况下吃半斤都八两 比较超过一斤 母舍如果下了仔仔的话 量可以增加一点 因为它这个小仔要吃来嘛 所以量可以多一点 在饲料上做出改变后 林社瘦弱的情况逐渐开始改变 体质有了明显改善 而接下来的几年王涛华的养殖量开始增长 每年能扩增二三十头已经相当可观了 取得的舍香一年比一年多 而且还卖出了更好的价格 跟着他养殖的农户也越来越多 产出的舍香基本委托给王涛华销售 至于他到底怎么卖 卖给了谁 大家也不去打听 只知道有一个和王涛华年龄差不多的小伙 经常在村里进进出出 却不知道他的底细 就是这样 反正我不知道人家名字 就是锅子中等锅 他就是村民口中那个神秘的年轻人 名叫马杰 2019年以前 他还没有固定的工作 只中爱滑雪 却不曾想有一天跟林社打起了交道 与王涛华内敛的性格不同 马杰更加外向 重点负责销售林社和社香 有它在没有村内卖不出去的情况 在养殖林社方面 马杰也显现出了更加大胆的才能 两人合作各有特色 它是属于保守型 我是属于进攻型 虽然王涛华掌握一整套林社养殖方法 马杰作为王涛华的朋友 总嫌王涛华的发展太慢 2019年 马杰忍不住也拿出全部积蓄 也办好养殖资格证后 买回九头林社 在村里建起了一个自己的养殖场 当时是投入了45万 是当时全部的积籍 而马杰之所以这么坚定地要养林社 离不开王涛华的支持 王涛华许诺 如果马杰的林社出现了意外 愿意帮他补上所有的损失 王总带我参观了很多的这个林社场地 我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王涛华带着马杰到各个养殖场学习 2020年 俩人决定干脆合伙一起做 一个负责专心养 一个负责打市场 你投了个40万 然后你在两年后你能得到40万 那你就会想 为什么我当时不投个100万200万 收入的是不是更多呢 马杰的加入 不仅让王涛华的养殖量快速增加 还带动了农户的加入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呢 过去 社乡都是农户等着 有收购资格的中间商来收购 交易的价格和时间都不稳定 农户们担心被押及押价 有时还担心手里的社乡卖不出去 这让马杰产生了一个想法 从农户手上收购 再卖给客户 第一次交易 马杰四处联系 终于找到了一家制药厂的业务代表 对方约定商谈合作的地点 距离马杰有800多公里 见面的时间就在第二天中午 他说那你这也来不及啊 要不然就等等等下次 我说我们现在出发 明天早上就能出现在办公室 我去把它接上 把摄箱带上 把这个公司资料带上 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发 说走就走 马杰开了一夜的车 到达了约定的地方 却一等就是十几天 王涛华已经等不及回家了 马杰还不放弃 等了应该有十三天 十三天 到了这个第十四天才建商 第十五天之后才签上合作 就有时候我觉得做生意吧 这个抢就一个缘分一样的东西 就是机会 我也是一直在等机会 但是机会来的时候 你得要在呀 生意终于坛成 马杰的急性子和雷厉风行的性格 也影响了王涛华 认识他之前 我觉得我的性格是一个比较 就是随缘的性格 但认识他之后 我现在性格我就觉得是 做事就是比较雷厉风行 想好了就立马要实现 立马就要实施 立马就要往前推进 马杰的诚意 打动了这个药厂的业务代表 双方不仅一直合作到现在 而且让社箱的卖价 比卖给中间商 一刻提高了一百多元 2021年 马杰和王涛华 还开始销售右舍 并收购农户养殖的成年林社 可是不久 在外地跑市场的马杰 接到王涛华的电话 让双方都紧张了起来 三天 我连续死了三只母蛇 就连续 当时就毫无征兆 就是说出现林社的死亡 连续一天死一个 一天死一个 第三天已经死了三个 从那时候我心态一下 就有点崩溃了 在我养殖介绍里面 就出现过的境界 死的是三头成年母蛇 价值三十多万元 如果不及时找出病因 接下来的损失更难以估量 当时我失眠了一晚上 我眼睛瞪得像童龄一样 到天亮 就说如果林社全部死亡 我们会血泊无畏 会上千万 王涛华四处寻找林社死亡的原因 在确定眷尸鸟都没有问题后 决定检查水质 就在这时 请来的医生有了一个重大的发泄 王涛华决定对林社喝的水 全部要经过消毒过滤 从那以后 林社再也没有出现过死亡现象 进来的小生长说话 此后两人的配合更加默契了 一旦马接待客户来到养殖场 都有王涛华在一旁详细接待讲解 那这些他都能吃吗 是吧 不吃这些 对 有些他吃 有些他吃 有的他吃 到2022年 马杰联系的客户越来越多 养殖场的林社和社乡 已经满足不了了 马杰看到村里的农户 大多是父闲在家的中老年人 他们大多有养殖家畜的经验 那不正好可以发展他们 一同来养殖林社吗 可是面对一对林社幼崽 动辄六七万元的价格 很多农户怕养砸了 承担不起损失 马杰和王涛华做了一件事 彻底消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 好好好 我给你说一下 好 多少人我接你 我多少事 现在有一户农户的林社出现了难产 咱们需要去找医生 去给他做一个抛肤产手术 很着急是吗 对 是 十万我接 我给他打个电话 县城里有一家专门的林社医院 与分散各地山间林地的养殖户 距离较远 出现情况 一般都是医生上门救助 陈姐 咱一块走吧 你坐我车 二十多分钟后 王涛华终于与医生会合 这是我们医生是吧 对 这是我们陈医生 陈姐 你坐前面 王涛华接到兽医陈叔平后 就往农户家里赶 走着走着 车就往前进不了了 只能听这前面啊 车门都打不开 打下 林社养殖大多在山里 路途不好走是常有的事 大家只能带着手术工具徒步上去 做什么东西啊 这要拿什么东西 这个手术 手术床 人家这手术器材还有一个吸氧器 咱们走吧 嗯 咱们往上走 这个情况紧急 对 这种情况很紧急的 这个都是第一时间赶到养殖户的家里边去 好累哦 你还穿高跟鞋来 我来去逛街 陈医生已经前往眷舍检查林社的情况 而此时外人不允许进入 我们只能从监控看到林医生检查的画面 就怕耽误的时间太久 因为他头已经快到这个惨到口了 就怕 林社难产时间已经超过了两个小时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好 回这种 在房子里边做吧 回这种 身下的人不要进来了 你们都出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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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很紧张 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 手术在屋子里紧张地进行着 屋子外的人也在焦急等待 大家都不知道林社母子是否会平安 手术台上 眼看又射一条腿出来了 他这个时间有点久 然后就是这个幼崽的话 没有成活 但是大的保住了 大的没问题的 大的都好 现在他基本上已经开始苏醒了 小社没保住 但母社救助成功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关键时候 林社医院发挥出了大作用 不管是看病 还是像这泼妇产 像平时他们需要一些 指导的这些问题 我们都是 我们的医院的医生 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 都是上门给他们免费服务 马杰和王涛华牵头 与县里的林社医院 建立了长期合作 如果谁家的林社发生疾病 就能得到及时治疗 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这样越来越多的农户 愿意加入林社养殖行列 到2023年 与他们合作的农户 达50多户 你坐上面 这个养殖户叫任从良 2021年开始养林社 前几天 他家的林社刚产下双胞胎 到现在 他还沉浸在高兴当中 种苹果 原来种苹果 养殖的是轻松一点 来钱快 没有那么辛苦 任从良现在家有十多头林社 年收入达到了30多万元 生活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王涛华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马吉帮他们出售林社和社乡 农户们养殖和销售的两大难题解决了 放心大胆地养林社 奉献蓬勃发展的林社产业 还吸引了一批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一年收入了大多 我现在一年这个林社加社乡的话 一年是60万左右 传授的 王涛华和马杰的合作还在继续 两人一工一手 带动更多的国安四村及周边村的村民 不出家门 也能拥有一份有特色的家庭副业 两个年轻人脑子活 行动快 一个专注于养殖 改变饲料配方 养出健康的林社 一个善于市场营销 这两个人叫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为奉献的林社产业树立了一个样板 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之下 不仅仅当地的一些中老年人实现了再就业 同时也吸引了部分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一个颇具规模的特色化产业 因此在奉献逐步形成 好了 各位 感谢收看今天的贡富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